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管桑纳的外观是大众的典型外观 没有新意没有特点成了它最大特色 前脸的进气格栅凸显老气 两色大灯造型也是比较一般 它的造型不得不说真的有点土了 和现在的帅气车辆显得格格不如 车身侧面也是三扬车的标准造型 没有什么设计理念非常平庸 即使尾部的造型尾灯有一点设计感 也只是聊胜于无霸了 再来看看这款车的内饰 这款车的内饰同样是比较普通 没有大众的气质 配置是方面 顶配能稍微好一点 普通配置就很寒酸了 全系后轮没有叠杀 后防撞凉也没有 引擎舱里几十块钱的隔音棉都舍不得配置 这样的配件真的有些糊弄人了 动力方面 这款车搭载1.4升和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90和110马力 非常一般 变速箱匹配5档和6档变速箱 太平庸了 这款车的价格在8.49万到11.89万之间 部分地方最终落地会有一两万的优惠 尽管这款车的配件很差 价格性价比也不高 但它的销量却很惊人 今年前半年 它的销量达到了每月两万以上 桑特纳凭啥月销两万多 大概买了它都是冲情换去的吧